所以我們現在來話 記住 有兩腳氣的時候用兩腳氣 沒有兩腳氣的時候怎麼辦 用釘的嘛 知道嗎 有人 被我倒敗的時候 都還不是 反正都叫我用釘的 就是用釘的 知道嗎 我們學校我也是用釘的 你怕什麼 它這已經有標示圓心了 所以正常來講 有的要找圓心 可是它這已經圓心給你了 所以你直接找圓心就好 好 再來喔 在畫之前 記住 一定要找出它的規則 所以你看看 規則大分就是把延伸 分線延伸出去看會怎樣 所以你可以看喔 它這個是心斜 直接 把它套起來 有沒有 所以你看看這個是 這裡 有沒有 這樣子把它湊出來 有沒有 其實要先把規則找出來 再來釘啦 把它釘出來之後 好 有沒有 好 好了 這不是有點嗎 這不是有點嗎 這丁的時候 稍微小一點 不要太重 記住 同學 同學尺寸畫錯的 這裡明明是直徑 十公分喔 不是半徑十公分喔 我剛才看到 很多人畫錯 知道嗎 所以記住 我也很討厭看到你們這樣子 這樣子我覺得很難涼 你為什麼不直接涼在上面就好 畫一個圈圈 知道嗎 畫一個圈圈 好 再來 來 一樣 現在就來湊了 好 這個都是 淡淡的 好 這個是過程線喔 要特別注意 好 再接這個 你看 鍋邊形的時候齁 一定要特別注意 把它規則找出來 才不會連錯 這個是什麼規則 你可以看它是隔一個 有沒有 它是隔一個喔 隔一個 你這樣子畫才不會錯 都是隔一個 看到嗎 看到嗎 有沒有什麼 沒有啦 好 再來 換這一個 是隔幾個 有沒有 是隔兩個 有沒有 是隔兩個 好 把它隔兩個 好 隔兩個喔 有沒有 有鈴鐺 後來的時候 這個比較一 좋 而且 那麼亮 好acht 沒力 所以你要的過程線都有了 他說輕而彈喔 對不對 最好準備一支0.9的自動鉛筆 好0.9的自動鉛筆 完成線就用0.9的 看著你的圖不要畫錯了 好 把它接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樣 可以直接畫 有沒有 可以直接畫 就依序把它畫出來 對不對 畫出來之後 可以講 隨便齁 用圓規齁 畫一些過程線給他 你知道嗎 老師會畫喔 不是不會畫喔 以置意圓畫多邊形怎樣 就是這樣子 就很像眼睛啦 以置意圓畫多邊形就是像這樣子 對 一直畫一個眼睛就好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接不掉數 這把他接去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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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怎麼會這樣做呢 這外一顆眼睛給他啦 知道嗎 啊這接不接 你怎麼會這樣啊 你怎麼會這樣啊 欸不好意思 你怎麼會這樣 跟你算你 不會啊知道嗎 OK嗎 把我畫出來